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十骨销魂》 第九十至九十一章 爱吃醋的男人,顺风顺水的日子 爱人是一种能力,被爱却只是小几率的幸运 路易自小就生得帅气挺拨 家世日增之后身边从不乏爱他的人 但他活得通透,知道那些主动靠近自己的女人究竟想做什么 所谓爱,恐怕更多的是冲着他好看的皮囊 或者正慢慢融入金圈的路市 真正能够读懂他喜忧的人,寥寥无几 遇见金夏是幸运的 重逢之后,他会爱他,更是弥足珍贵的 路易搂紧金夏 下巴摩缩着他的发顶眼足地笑着 小布偶一大早,不见金夏和路易下楼 迈着自己轻快的步子直奔主卧门口 小爪子挠一挠,不见有人硬生开门 小脑袋干脆顶开了他专用的小帘子钻进来 嗅着熟悉的气息 压压借着床尾凳一跃而上 遮光帘挡住了窗外日升的朝阳 屋里漆黑一片 小布偶无声地朝着床头迈腿 走了没几步 身子被一只大手握住 一把捞进怀里 路易轻轻地放开 还在熟睡着的金夏 抱着小布偶捏手捏脚地出门 金夏一觉睡醒的时候 路易已经在楼下抱着电脑开始工作 小布偶乖乖地趴在他身边 见他下来蹭得一下子窜过来 挨着他的脚边 蹭着小脑袋 喵污了好几声 小东西很会撒娇耍赖 看得金夏心里软软的 他俯身抱起压压摸他的小脑袋 看看餐桌上没有动过的早饭 约莫卓路易在等他起来一起吃 进一的收购计划继续 给林志发完最后一条消息 路易和上电脑起身 他迎着金夏抱了抱他 小布偶一见路易过来 本能地要往他怀里跳 金夏阳怒着把鸭鸭抱紧 称他 你个小坏蛋 我老公抱我一下你吃什么醋 乖乖在我这里 不准老缠着我老公 他可是我一个人的 他有意的动作让路易心里一暖 垂落的手牵住金夏 带他去吃饭 爸什么时候能出SU 金夏手里咬着一根油条 父子间的矛盾已经和解 老陆也没有必要一直留在SU 陆氏的股价最近一段时间波动得厉害 公司里各种揣测一直也没断 长辞以往 对陆氏有害而无力 陆毅从金夏嘴里抢过油条 有些恶劣地送进自己嘴里 他不想只做温柔善解人意的丈夫 偶尔也想这样顽劣地逗逗他 看他气恼或宠溺地把他当成儿时那个小男孩护在身后 金夏震了一下 眉头一凝本能地瞪了路易一眼 桌上明明还有多余的 为什么非要抢他的 很快他又反应过来 路易是故意的 他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又拿了一只包子 结果也只是吃了一半 又被路易抢走了 你没完了 金夏别嘴瞪他 接连被抢时他有点生气了 路易笑得恶劣又得意 把自己咬的剩下一小块的油条送进金夏嘴里 他现在在ICU住着多好 没有人打扰 也不用操心公司的事 安安心心地养上一段时间 彻底好了再出院 可路是现在的股价跌得这么厉害 不怕受影响吗 怕路是没钱了 我会养不起你 路易挑眉 稍显顽酷 金夏被他逗笑了 路总 你现在是一点也不想伪装 就想做一个顽劣的富二代是吗 有何不可 可以可以 那你顽劣 我去上班 金夏起身 做事要走 路易绕过餐桌 抓住金夏的手 两人僵持一下 谁也演不下去了 笑成一团 路市的股份再跌一阵子就会好了 那些不想在路市继续留着的小股东们 正好趁机脱手 对路市而言 未必是坏事 对了 我和你的谢师兄 以后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路易挑眉看着金夏 最后的这句话 他其实是有一点吃醋的 金夏低头嗡了一声 夹起一只小包子 放进佐料碟子里 看着他被醋浸满了 才捞起来 趁着路易一个不注意 他眼疾手快地 把包子塞进路易嘴里 笑得很得意 不是爱吃醋吗 老婆宠着你 误会解除 路易的心情越来越好 面上看着依旧紧张忙碌的人 晚上一回家 就变成了调皮顽劣的大男孩 有时候连金夏都觉得头疼 不要了不要了 累得不行了 金夏抵着路易的肩膀 挣扎着逃出他的臂弯 躲到床的另一边 大口喘着气 这几天心情好 他折腾起他来就更起劲了 有时候一个晚上痴痴缠缠的 能要好几次 他怎么哄着求饶都没用 路易难得的没有拒绝 翻个身 靠在床头平缓呼吸 不能只是想着做小饼干 以后要多锻炼身体 你最近越来越不正经了 金夏白他一眼 拉着被子 又躲远一些 小布偶探着小脑袋 从自己的小门里钻进来 一见床上的两人在说话 借力跳上来 趴在路易身边 尿屋叫了两声 路易笑着 踢压压顺毛 现在的生活状态 让他很放松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里 难得的惬意 路颜还在ICU里养着 看书 听新闻 偶尔今夏会带着小布偶 去陪他玩一会儿 但仍旧不和外界有什么联系 他现在和路易的关系缓和 和今夏的关系 也慢慢地变好 他们会一起再吃下午茶 品尝今夏带来的小饼干 或者蛋糕 讲路易小时候的故事 也讲以往他们一家三口的往事 一家人 终于有了真正温暖幸福的样子 路市的北京总部 依旧乱着 有人想趁机浑水摸鱼味 自己谋私利 也有人努力挣扎着 试图挽救 路易只要在公司出现 仍旧避免不了 被人围追堵截 他的演技很好 无论是谁找他问路颜的病情 他只是笑着告诉他们 路颜很好 很快就能出院 但是以往父子间的关系 已经将到了 几乎无可挽回的地步 公司上下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路京也是 静一还在不断吸纳路市的股票 不知不觉 静一已经开始在路市 有了小小的席位 一切都在路易的预料之中 除了严苛 你明天去看老路的时候 记得提醒他 最近先不要急着管车祸的事情 好好养伤 留足了精神 出院以后 有他大展拳脚的时候 路易低头看着鸭鸭 他似乎更偏爱他多一点 总喜欢趴在他身边 让被他安抚 心下侧握着 撑起脑袋看着路易 那个初时是高不可攀的路总 现在看着越来越像个居家主夫了 当初他可是无论如何 都没想过有一天 他们两人会以如此亲密的姿态 一起聊家常 说心事 以往那个总是不苟言笑的男人 现在似乎很爱笑 嘴角总是不经意间 就会勾起若有肆无的笑意 和老陆的关系缓和之后 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有时候顽劣起来 他甚至怀疑 这个路易不是他最初认识的那个男人 路易 惊吓刚喊了一句他的名字 路易一记眼神扫过来 暗含警告的意味 惊吓咧咧嘴 自觉改口 他还有点不太适应 直接从男女朋友进入夫妻模式 但他也不是矫情的人 确认彼此相爱 也确认 领证不是被强迫 这句老公 反正迟早要喊 慢慢适应 就当是他们 也赶了一把潮流 体验了一回 先婚后爱 老公 林志跟我说 蓝叶回北京了 他找你说 这个干什么 路易抬眼看着惊吓 他看不出他的情绪 也没有过度揣测 惊吓挪了挪身子 枕到路易腿上 和他一起撸压压 当初养他是为了 给他解闷 现在倒像是专门 给路易养了个小宠物 不是他找我说 是我和方元 喝下午茶的时候听说的 然后就和林志求证了一下 有什么消息 是不能和我求证的 还非要找你的前同事求证 这个醋 你就别乱吃了吧 我只是正好随口问了一下 你不是说林志 一直有心想挖蓝叶吗 他肯定很关注他的近况啊 惊吓本能地反驳 察觉到自己被带偏了话题 又赶紧拉回来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我想知道 他为什么不愿意留在上海 回北京之后 他又会去哪里 上次我们在峰会的时候 我好像看他和颜柯也很熟 他们两人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蓝叶在行业里待得久了 认识谁都不奇怪 这话不错 惊吓打个喝歉 他觉得自己可能 也确实有点多心了 不过这些好奇心 可以等他们 约下午茶的时候聊一聊 到底是不是多心 总会有端倪的 by bwd6